女孩正准备换衣服 突然发现家里的警报灯开始不停闪烁 她转头望去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然后 而这个变态男人为什么非要置女孩于死地呢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部今年最好看惊悚电影 母业 女孩叫小美 身为聋哑人的她是公司里的一位客服 主要负责用手语和同样是聋哑人的客户沟通 她不会像其他客服一样忍气吞声 当遇到无理取闹的客户时 她会直接报以终止 就是一个这么有特点的女孩 却被今晚发生的事情彻底摧毁她的自信 下班后 小美像往常一样开着车去接同为聋哑人的母亲回家 快到家附近 小美将妈妈放在路边等她 自己则去地下车库停车 而这是一个连环杀人魔症徘徊在附近 物色下一个猎物 碰到了这个独自的女孩 然后将她打晕 拖到巷子里后 燕博选择用什么工具宰杀这只猎物 而小美刚好走出停车场 她发现巷子里丢出了一只高跟鞋 她顺着高跟鞋丢出的方向 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个变体鳞伤的女孩 小美注意到眼前的女孩眼角带泪 从淳于看来似乎是在求救自己 可小美还没反应过来 夜魔突然出现狠狠把小美按在地上 拿出工具就要杀害小美 受伤的女孩拼死将男人推开 小美惊恐不已 她起来拼命逃跑 脸出母亲还在路边等待小美 害怕会连累母亲 她只好扭头跑回了车库 夜魔穷追不舍 从车库跑出来 她只奔母亲身后跑去 果断按下路边的警报装置 瞬间警报红灯亮起 警察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来 但是他们无法与警察交流 只能站在监控下等待 看到女人报了警 夜魔产生了一个想法 她将受伤的女孩拖入车里 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到了小美面前 告诉她要找自己的妹妹 小美指向了那条黑色的巷子 而男人希望小美能给她带个路 善良的母女俩还不知道 眼前这个男人就是杀人夜魔 两人带着她走进了那个巷子 这时驶来一辆警车 小美母女俩立刻跑去求助 夜魔计划落空 愤怒地咒骂了一声 随后三人被带去警局询问 男人借故看到了小美的笔录 暗中却记下了她的家庭住址 杀人魔就在眼前 警察们却浑然不知 并把她放走了 警察也将小美母女俩送回了家 而这个男人也在寻找着自己失踪的妹妹 惊魂未定的母女俩互相安慰着 小美还在担心着 刚刚被杀人魔抓起来的女孩 忽然家里的声控灯亮了 因为是荣雅人的关系 他们家安装了很多声控灯 家里只要有声音发出 声控灯就会闪烁 小美警惕地透过猫眼发现是邻居 原来是邻居找小美母亲送点东西 母亲帮邻居提着东西离开了 家里只剩下小美一个人 就在她刚要休息时 发现了屋里警报灯闪烁 她以为母亲回来了 悄悄靠近门口 一把木头劈了过来 正是那个杀人夜魔 她正要破门而入 危急时刻小美赶紧跳下楼去 愤怒的夜魔把斧头对着小美扔下去 小美一个翻身 躲过了袭击 然后爬起来拼命逃跑 夜魔紧追其后 很不幸小美跑到了一个天台 前面再无路可逃 最后被杀人魔控制住了 趁着夜魔分心 小美抓到一把沙子扔向她 然后快速逃走 回来后的母亲看到家里一片狼藉 便立刻去找女儿 这边小美拼了命地奔跑 不敢有丝毫喘气 发现了一个受伤的女孩 突然从车里爬了出来 然后向她求救 认出了女孩就是几个小时前 遇见的姑娘 而此时夜魔已经追了上来 危急时刻 小美带着女孩躲到一边 还把手机给了她 让她给自己的亲人打电话 然后自己则引开了夜魔 此时小美逃到了热闹的街区 夜魔还是紧追不舍 本以为小美会得到救助 可是她求助了一个又一个路人 根本没有人愿意帮她 也许是看不懂手语 也许是他们都选择事不关己 夜魔此时也露出了邪恶的笑脸 一步步向小美逼近 她只能拿出刀防御 路过的人群看到 纷纷驻足围观 看到女孩周围围着许多人 夜魔不敢轻易靠近 有人看到了想要报警 而夜魔制止了她 并说这是自己的妹妹 有点精神问题大家不用管她 而小美也趁机再次逃走 就在夜魔寻找的时候 三个男人居然将小美给送了过来 尽管小美拼命挣扎 但他们只是把女孩当做了 拿着刀的傻子 得知自己逃不掉了 她只能哭着用手与祈求夜魔放过自己 我不想死 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要和妈妈一起去很多地方 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结婚 生两个可爱的宝宝 如果你杀了我 那这些愿望都没有办法实现了 小美用无声的哭泣 祈求眼前的杀人魔放过自己 可杀人魔根本无动于衷 没有一丝怜悯 她把小美带进了黑暗的巷子里 危及关头 这个男人及时赶到 与杀人夜魔展开了搏斗 夜魔自知不是对手 然后告诉小美会去找她的母亲 而此时小美母亲也正在私下寻找女儿 两人刚好碰到了面 看到母亲有危险 小美没有丝毫犹豫 紧紧攥着刀朝夜魔刺了过去 鲜血随之滴落 然而她自的不是夜魔 而是自己 夜魔一脸茫然地抽出刀子 此时她还没有反应过来 围观过来的人纷纷指认夜魔是杀人凶手 这时她还想狡辩 但没有人相信她 看着拿着刀子男人和受伤倒地的女人 路人纷纷围观报警 夜魔还在拼命想开脱的借口 而这时警察随即赶到 更令她愤怒的是 小美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夜魔被激怒 拿刀冲向小美 警察一枪击中了她的大腿 她愤怒地看向不远处的小美 小美再次用手势向她发出挑衅 愤怒的夜魔起身咆哮着冲向小美 警察见状再次开枪 夜魔连中树枪终于倒地不起 而小美也精疲力尽地倒在了妈妈的怀里 至此影片结束 片中最感动的地方就是聋哑人小美 用手语祈求杀人魔放过自己的时候 作为一个聋哑人 她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这样勇敢 并且对生活充满憧憬 这样的人实在令人敬佩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观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